在斗罗大陆中 能拥有领域能力的人 可谓是屈指可数 那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 通过杀戮之多后 就可以获得杀神领域 却还是有很多的封号斗罗 不敢大胆的去闯一闯呢 除了魂魂魂固以外 领域也是所有的魂师 梦寐以求的宝物 例如菊斗罗和鬼斗罗 他们俩之所以在五魂殿的地位这么的高 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个五魂融合剂 两极禁止领域 在一定的时间内 能够限制对手的行动 但自从鬼斗罗死了之后 没有了五魂融合剂 菊斗罗的地位也因此一落千战 虽然获得领域很困难 但大陆上呢 还是有一个地方 能够百分之百的获得领域 还就是杀戮之都 只要通过杀戮之都的考验 便可以获得强悍的杀神领域 尽管这领域很诱惑 但还是很少有魂师赶去杀戮之都 因为要知道 无论你在外面的实力有多强 只要你一进入杀戮之都 便会受到限制 这也是大多数的封号堕罗 不敢去冒险的原因 毕竟自己好不容易 才修炼到了这个地位 要是一步小心陨落在里面 那不是亏大了 但能通过杀戮之都 获得杀神领域的魂师 后来无疑不是成为了大陆最强者 那你还能说出多少位 拥有着杀神领域的强者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吧